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可爱的多肉小植物啊 这个好看 看 像小花朵一样 满树的花 这是福桑好像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个能给人带来惊喜 让人感到惊艳的好地方 小桥 哇 这边好好看啊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洛杉矶的小威尼斯水城 是我跟他叫水城 这里是位于洛杉矶西海岸的一个街区 创建于1905年 是效仿威尼斯运河行建的 至今它已有百年历史 是个美丽的海滨小镇 它的全称是威尼斯运河历史区 现在已成为洛杉矶的一个历史文化地标 你看弄的小院子弄的多美啊 这这的房子 哎呀真是 叫什么风格各异啊 这哪家跟哪家都不一样 那还有人在那休闲啊 在休息呢 哎呀 哎呀 今天这天真是太美了 我们来洛杉矶这些天哈 天天的下雨 哇 今天本来啊 早上我看天气一报 还说下雨呢 结果一下突然放晴了 然后我大嫂就给我们送到这儿来玩来了 真是太幸福了 晴天了 晒着太阳 不过呢 就前几天哈 我天天穿着我这个羽绒服 然后那个今天这一出太阳这衣服就热了 就这个小威尼斯这水城这儿特别的规整方方正正的 然后都是这个就这水路 哎 一趟一趟都是这么直着 两边都是这种那个住家都是人家 小房子啊 风格各异 啊 每家呢 还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码头 都停着小船 看人家给这个自己家的码头 这还做个很精致的小门 小游船 这两边这个房子就没有同样的 这片社区还真挺大的 嗯 不知道它有多少趟 反正这一路一路就像个 网格似的 那个水路和住房都隔开 这里虽然遍布河流也是有公路的也可以走汽车 这儿现在是另一趟水路了 它就两边的房子看和刚才的那边又不太一样 哦 这家还搞了个大北极熊的塑像 这家还搞了个大北极熊的塑像 雕塑 加雪 我没有去过威尼斯 但是我去过很多处我们的江南水乡 很喜欢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景象 走过一个个种满花卉的宅院 精美的建筑 清幽的街巷 真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呢 再来 吃 在那边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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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